字幕仔 李宗盛 哈啰 歡迎大家星期五晚九點半來到體州論壇 今天又是我禰玥 隔離的位就是澳門語貿求命將麥雲卿先生 亦都是我小時候 當時是一個偶將 連續很多屆的澳門冠軍 今天請麥Sir上來 談一談 羽毛球 第一節我們先談一談 麥Sir的個人生涯 麥Sir你是何時開始喜歡羽毛球 羽毛球是我讀中學時喜歡羽毛球 那時都是70年代初的時候 70年代初的時候 在廣州 我是廣州出生 我在站江我實在成長在站江那邊 站江那邊的羽毛球水平都很高 因為那時很多華僑都在那裡 第一個世界冠軍是土生土長 不是華僑是站江出來的 姚喜明 即是中國第一個羽毛球冠軍 是的 那時跟我一起打球 還有一起打球 其實喜歡羽毛球是甚麼呢 羽毛球實在是很好玩的 是的 我知道是很好玩 講技術性很強 還有靈敏性 還有又要動腦筋思考 令對方奔跑 看到對方在前我打後 在左打右 贏了他又很開心 欺騙了他又很開心 欺騙了他又很開心 對方又很開心 這樣也被你欺騙到 所以好玩就在這裏 因為他羽毛球是一個很綜合性的運動 既要體力 亦要頭腦 其實有很多體育的統計也好 羽毛球在這麼多種運動中 比賽的時候是最辛苦的 是的 在體育運動中 運動量是排第二 是排第二 他是不停地奔跑 是不可以停下來 幾十個來回 是否一天要前面 有一後面 看到的辛苦 是的 一個來回三十多球 你在後場打後場是很費力的 是很辛苦的 當初中學開始學習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一些 即是在廣州或者學習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樣打 還是自己有些目標 也有目標 也有目標 因為當時我們那裏有那些水平也很高 現在印尼那些華僑 因為他們那些水平也很高 他們曾經在全國大專院校取得冠軍 我都想著有一天我都學他 要取冠軍的目標 那當年在哪裏打 或者在學校 還是在少年功 還是在哪裏 在學校有打 還有我們自己有個球場 有個球場 對 那個球場是我們那時叫做雨橋會館 雨橋會館 是的 他有個空地 我們可以打於無球 那那時哪些人教呢 那時候 那時候教呢 都有的 那時候方海祥是國家隊的 他都回到站光都教我們 他每年回到站光都教我們 所以起點比較高 當年其實站光或者廣東一帶 其實對冠軍的目標都很成效 是的 沿海地帶都是華僑比較多 華僑在印尼回來 他們帶回來的技術都是比較幼細的 當年印尼比我們中國更厲害 當然印尼是更厲害很多 現在好像我們整個第一派運動員 全部大多數 90%都是從印尼回來的 明白 明白 那為什麼會輾轉之下 又來到澳門呢 來澳門呢 主要是我呢 就 我 以前呢 我們 為什麼我們台山人 都是去美國 華僑之鄉 那我爺呢 就 在美國回來 就來澳門 就是來澳門 我爸爸都在澳門 是 是我們五零年之後才回到廣州 哦 再去內地 哦 這個時候剛剛是改革開放 我申請回來 就處理那些房產 房產 是 那我就回來 其實一回來澳門 其實要處理一些家族的房產 是 順便在澳門生活 是 我們七十年代 其實人生路不熟 然後來到澳門的生活是怎樣的呢 我都比較興奮 因為我本身 我們很多 我們很多親戚 表姐 那些姑媽 都在澳門 表哥都在澳門 那回來 我第一個有租收 又有樓 那算是比較幸運 那我都算很幸運 那來澳門的時候 是多少歲了 那時候剛剛是23歲 正式 人生的起步 一來到澳門 其實一來到澳門 其實有些什麼打算 那時候 都打算 都想做生意 又 自己喜愛的羽毛球 都想在羽毛球方面發展 剛好遇到我師父 湯師傅 來澳門 我跟他一起練習 一起生活 那時候我有兩層樓 他住一層 我住一層 那就比較方便 真的嗎 難怪那些師徒關係這麼好 是 即是有個淵源 是 那為何後來又真的 又跑去做老師 做老師呢 只要是澳門教球 可能不可以專業教球 教球又通過學校 學校有很多生源 在這裡又比較好些 去到學校做老師 在學校我又帶了一批人出來 是 我知道 在這裡 其實 當年做老師的要求 沒有那麼高 是 有專業就能進入 是 現在又要讀很多課程 是 其實 之後 除了自己有教 自己還有打 是 我又教 一邊教一邊打 是 我知道 是 即是我們認識麥Sir 其實我小時候 一聽的時候 都聽過麥榮卿 麥榮卿 語無求語無求 為何會聽到這樣 因為麥Sir那時候 是紅霸整個語無求譚 為何會這麼厲害 那時候 那時候本來我自己喜歡 是的 我自己有 在內地的訓練 是 好些 我願意去練 又比較專業 所以 那時候是紅霸十幾年 是的 那時候 乒乓球 有黃潔瑜 如果無求就有 孟Sir 麥榮卿 其實很難他贏 因為他的基礎 比澳門比較好 是的 即是 基本功 基本功 是的 一來到澳門的時候 真的很難他贏 是的 其實 下來 又做老師 又教球 打球其實 開始代表澳門 都參加了不少賽事 是 差不多所有賽事都有參加 打過 打過 哪些難忘些 賽事 賽事 在內地應該沒有什麼賽 賽事相對少很多 是的 內地那時候賽事不多 是 債連 債連 也有打 我們也有比賽 我來之前 也是各個地區的冠軍 澳門那邊 又去外面打比賽 又帶自己的學生一起去比賽 是的 是的 我們在湯姆斯杯 我們也有贏無理球師 是的 是的 當年澳門80年代的時候 澳門的羽毛球賽開始很熱鬧 是的 不理會 有不同的球手 是的 那時候又是輕旺 那時候也算是輕旺 那時候 球會那時候不算多 但是也很輕旺 很多人打 還有可能 那時候 其他活動沒有那麼多 沒錯 就只會打羽毛球 唯一的興趣 很多人來學羽毛球 打羽毛球都比較專心 和現在有一點點不同 現在教學 那些小朋友來到 休息的時候還在打機 那時候練習的時候 他們也有研究 那些手法步法都有 現在就差了一點點 有一個問題 我想問你很久 為什麼 其實就是 你一路又自己在打 又在砌 又在砌 又教很多學生 其實那時候 會不會有些矛盾 我自己又在砌 學生又跟著我打 有沒有 其實 沒有什麼矛盾 我都教他們 我都希望他們盡早出成績 我都是用心 所有的都教他們 都希望他們 整個早日接班 早日贏 贏自己 做運動員也好 做教練的心態也是這樣 沒有理由訓練 那些徒弟不夠我打 是 都希望他自己可以 但是你 熊買了這麼多年 那時候 我記得那一次 好像只有繼宗 是贏過這一次 是 是 他就比較 就是肯練 黑虎 比較黑虎 而且他很聰明 比較聰明 是的 我每次練習 我都跟他特別練多些 是重點訓練的 是重點訓練 是的 我們都說是 實際上是有尖子班 是正常 正常有幾個 我們是要突出尖子 一定要突出 是 其他人可以跟著學 是 是 其實你 實際上 我記得大概 九 九七 九八年度就開始不打 是 那時候就不打 是 就專門教一下球 是 因為那時候年紀都大了 都整四十幾歲 四十幾歲 不過我都打到三十幾歲 我還可以打 是的 因為其實羽毛球 體力的要求高 但是如果有技術 控制的話 體力就可以不用那麼重 是 是 其實在澳門 其實 怎麼說 在內地打 可能叫練 在澳門其實就是你羽毛球生涯 在一個發光發熱的時候 是 是的 即是 又可以代表澳門 當然如果在內地 就代表不到大陸 比賽 當年也有 菜味 當年內地開始出去比賽 沒有 內地那時候都比較少 都是國家隊 是國家才可以代表 其他省市 都是只能夠參加省菜 或者地區菜 那時候只要是資源又不夠 當然 這裏 跟現在不同 現在的省隊 市隊都可以代表 一些細型的菜市 都可以派出 即是 在澳門 真是叫 將自己在內地練的 就叫做發光發熱 就是在澳門 出生 當年其實 澳門街的水平 大概是去到什麼水準 水平 那時候都不錯 那時候的水平 那時候 怎麼說 它的水平 都跟香港是接近的 是 接近的 有些那時候還有 後家昌的弟弟 後雲昌 他的水平又很高 是 他的水平 其實如果跟東南亞那些比 他們就跟泰國 或者跟新加坡那些比 如果跟泰國那邊 新加坡那邊 都比較接近 都比較接近 是 那時候他們的水平 都不是很高 是 近年他們就開始引入了很多 中國教練 或者外地教練 才越打越厲害 或者 武門 這幾年好像 都沒有說這幾年 或者 這一陣子都覺得 好像停滯了那個進度 停滯 第一節就談到這裡 好 第二節回來 還有很多問題 跟麥sir談 好 謝謝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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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現在就減少了這些氣氛 都是比較冷清一點 為什麼呢 其實我一直都說了很多次這件事 體育局把冰箱球和羽毛球 搬到澳門彈那裡 我首先要說清楚 澳門隊去那裡訓練 我絕對是贊成 絕對支持 因為那裡的場地條件真的好 但是一些重要的賽事 我不是要求所有的賽事 一年裡面的冰箱波龍羽毛球 總有幾個重點的賽事 最高級的賽事 其實應該要搬到澳門打 是嗎 沒錯 搬到澳門 觀眾又比較方便 去本場也比較容易 如果去那邊 去澳門打的那裡 你去一 來湖也要一個多小時 有時開車 有時塞車 如果在澳門方便很多 澳門有球館 好像有幾個球館都很適合 例如塔石體育館 去比賽 我可以去比賽 是 中藝館都可以去比賽 都可以 在那裡 去那邊 而且那邊 比賽的氣氛是差很遠的 是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做球員 或者做什麼都好 去到的時候 看到冷冷清清 沒有什麼人 球員更加沒有人 是 當年 駱Sir他們在網下賽 有很多人在那裡看 是 真正正感受到自己在那裡 在比賽 是嗎 現在呢 現在 我都覺得有時挺慘 運動員練得這麼辛苦 其實就希望 在比賽裡面 去掃自己的實力出來 沒錯 掃出來給多人看 是 做運動員 就是有一種 你說虛名也好 或者那種名譽也好 沒有人看 是 一天之後才見報紙 不管誰來贏了 幾沒有人 是 當年某場他們的打壓不同 就是在網下打 記者會來拍照 會來看 一看完之後回去寫報道 明天 就是有報紙出的了 而且長盡很多 是 是 就是會講一下 講一下戰局如何 好的 誰又領先 被他扭轉了 一寫一場 這間人 一半大季 是 就是報道那方面 比較困難一些 記者去那邊 不要說記者去這那麼難 觀眾怎麼去呢 是的 觀眾根本就是 很難去那邊 是的 除非真的很大人 或者自己的那些 球員 自己的子女 去比賽就是去掃一下場 其他相信就比較困難 但是不足夠 我們其實一直都說 訓練去澳門打是沒有問題 但是比賽要搬回來 因為比賽除了要決出冠打的季之外 特別是最高級的賽事還有一個目的 那個目的就是要展示運動的精彩 要展示運動的人的熱情 所以一定要搬回來 讓大家都看到 現在真是淡一點 但是有奇怪 近年其實你看到 有很多的羽毛球場其實都很敷 根據體育發展局 不是 體育局 應該叫做體育局 其實它有些調查 都說羽毛球是澳門裡面最受歡迎的運動 是的 羽毛球是比較歡迎的 比較容易開展 拿支拍子 甚至在公園可以玩 在家裡都可以練到 開球都可以練到 在這裡 為什麼這麼多人玩 亦都這麼受歡迎 但是那個冷氣的熱度 好像是否回到以前的巔峰時候 現在都是玩一下 只要一個我們本澳的球員沒有成績 如果我們拿到澳門公關 世界公關 很多人都會參加 很積極 很投入 只要在這裡 現在是否玩的人多 練的人少 是嗎 對 玩的人多 練的人少 是 因為其實是練羽毛球 但是文莫薩就知道 如果想練好的話 其實是很辛苦 是很辛苦 是 說一說 其實有沒有一些提示 好像練好一點 第一個 一定要勤勤 一定要專員 一定要專員 不斷地練習 這是很重要的 體能 那些又很重要 手法步法是很重要 乳毛球的步法是排第一 有步法靈活 就會到位 這樣會比較好 基本事情一定要有 之後那些就練一些感覺 慢慢練 是 是 我滿意現在 其實 看上去是很多人去玩 但是是否真的 那個熱情再向上一步 要加入一些會 或者在會裏面練得更勤 是否有些困難 我們經常說 是否有場地困難 還是甚麼困難 現在真的很困難 很多會都沒有球場練習 你怎麼可以打得好 乳毛球也是要多練熟能生巧 沒有場地練 你都很難提高 是的 其實我 麥厚那時候說 其實你對澳門提高的澳門 那時候 你很久之前已經開始 帶澳門一些 你自己的球員 或者帶澳門的人 開始在廣東周圍裏面 找人來訓練 找人來集訓 是 我們也是練習 我們一定要拉出去 他請進來 就是拉出去 我們見識高手 多跟不同隊友打 本身球員 又跟不同隊友打 他又比較興奮 他又比平時認真很多 克服很多 拼很多 在這裏 因為有新的對手 才有刺激 在澳門 我們經常怎麼說 不是說你差 而是每天都對著你 很悶的 你閉上眼 都知道路數的情況之下 很難提高 所以其實當年我自己的冰棒球 也是 六月方教練 經常帶我們去廣東 去以沙特集 有打 你當年也是差不多 是 我都帶他們過去 去以沙特打 去其他地方打 我又請浙江隊 湖南隊 他們過來 都請好幾個隊伍 都過來澳門 過來陪練 也是一個很好 是 是 當年的條件 之後又差 怎麼說 可能是要自己付錢 還是怎樣 那時候也是要自己付錢 是 也沒有說現在要幸福一點 是 全都是政府付 或者眾會付 那時候也是自己付 也是自己付 其實 我有一件事想問問 是 柯卓其實一開始 你教球的時候 都是收費 是 我都是一直收費 這個相當好 是 有一段時間 他們打得好 我還給他們錢 出場費 他們要給他們 球拍 其他裝備送給他們 似乎 好像跟澳門的主流有些不同 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 那裡是很多年前 我是80年代 因為初的時候我已經是收費 是 他們每個人都要禮學 每個人都要給錢 是 因為我付出了 是 還有他要跟學 他一定要收費 是 要收費 他給了錢出來學 他要認證很多 是 是 我很欣賞麥老師的這一點 其實就是 為什麼不收費 我們現在澳門有很多師傅 還要請喝水 吃宵夜 請吃宵夜是另一件事 我覺得 我想麥老師也有請 都有 但問題就是 正如麥老師剛才所說 我付出了 還有一件事是 尊重 尊重那個教練 尊重那個專業 我們現在其實有很多時候 不單是體育 很多時候都不是尊重專業 覺得我旁邊的房子 我是老朋友 你還收我錢 其實不是 因為收費的話 對大家都是一種 或者是一種壓力也好 有因也好 動力也好 大家都會認真去做 以及對運動員一個 或者對教練員一個尊重 如果每個人都收費的話 每個教練都要自己去提升 至少你收費的話 你不能吃東西 不要吃東西 那是 可以自己去做 其實相當好 你知道現在收費也很大 我知道你學生也很多 很多 是的 我的學生比較多 是的 特別當老師的 子女來 他交費特別準時 因為知道交學生很辛苦 他是應得的 所以很好做準時 是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彼此的尊重 養了大家 也有一個提升 如果不收費的話 好像現在有能力的 我覺得應該是要給收費 其實香港一早都走這趟 香港走過很久了 他們學什麼都要收費 是 沒錯 他是收費 學生來學 他付了 要給了錢 他是認真很多 如果不收費 他就隨便來 差不多是補母式來 是呀 是呀 照顧兒子 提升不了 好像你說的補母式 現在有很多都是送兒子來 幫我照顧兩個小時 是呀 是呀 他是提高不了的 很難提高 你要提高 第一個你父母 我送兒子來 是什麼目的 是學習 他也會教他 這個是父母教導是很重要的 例如我學習 我的目的是什麼 有學習目的 明確他進步會快很多 是呀 是呀 如果沒有目的 他來玩 你打算給錢來 他不會進步 很難進步 跟以前不同 以前學生他付錢也好 他來真的要在你身上學你的東西 又或者你陪他打 是呀 現在有家長給他兩小時 也好 有兩個人喝咖啡 是呀 是呀 差一點 那個是需要的家長跟兒子要談好 是呀 如果你面對著那些 你又怎樣教他 我也是從思想上 要跟他教 跟他父母說 又跟小朋友說 我來要學 不單是學球 還要學會怎樣做人 是呀 沒錯 學會做人 這裡要教他 不單是教球 是呀 其實最高境界 就是先教 我們經常說一些武術 其實要有武德 打球也要有球品 球品 是呀 球品好 球的自然好 是呀 OK 聊一聊 第二時間又到了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繼續跟莫翔 聊一聊 語無求 記錄 MAKE THE CITY COME TO LIFE DYNAMICS COMFORT THE ALL NEW TUCSON HYUNDAY MAKE THE CITY 到处 A convention with the all-new Mazda CX-3 The impossible made possible 歡迎來到第三節體驟論壇 今次和某Sir再談一談 剛才在咪高峰說得很好 說現在這些年輕人真的不是太珍惜 就算來學過也好 都是玩玩的 至於澳門條件太好了 他要學的 要看的東西都很容易得到 在國內就比較難 很難 因為國內人很多 澳門人很少 他學每一樣東西 看每一樣東西都比較容易 容易得到 他就不要這麼珍惜 澳門的比賽 可能一個賽事只有三十多人 人來報名 或者再多些 在內地不是 一個省市一舉辦比賽 不知道多少人來報名 是的 報名的人有多 還有看球的人也多 你好像澳門的 甚麼賽事也好 甚麼表演也好 還有太容易得到 對 現在你想想 其實父母也付出不少 幾個學費 球帕、球鞋 都不少錢 整個裝備也不少 兩支球帕都要二千元 還有捲鞋、襪、衣服 整個袋都比較貴 對 小朋友不是很珍惜 有時候看到他們都覺得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不懂得珍惜那些 那些球帕 那些 我也有教導他們 球帕 就是我們 即是我們 我們戰士的槍 是的 我們不要隨便扔 隨便扔 我們要珍惜 要愛護它 他們那些可能是不支架 不支架 不支架 父母買的也不是我買的 是嗎 其實要講远無求 當然 現在其實政府搞大眾體育 和精精體育 這個方向是對的 但是我們現在覺得 其實如說大眾搞又容易一些 因為很多人 根據體育局的調查也好 羽毛球已經成功了 很多人都喜歡玩 場地又不停拓展 但是站在我們搞體育的人來說 覺得要搞一些提高水平 現在其實你覺得澳門的羽毛球 為何會好像冷了一點下來 是甚麼原因 至於澳門沒有甚麼成績 如果有成績 很多人都會很熱情去看 這是我們澳門球員 我們去支持他捧場打氣 現在就沒有這些 所以我們一定 現在的競技體育 都是專業化 職業化 如果我們再不斷 半專業 就不行 澳門我們現在已經半專業了 因為他們球員都有 有少少股 居馬費 那些 他都是送到半專業的 我們需要我們養一支專業隊 我們完全可以 政府投資這麼多資源 是完全可以有一支專業隊 他人數不需要多 羽毛球 就比較簡單 他就是 單打雙打 一個團體賽 都是七個人 七個人 有兩個雙打 兩個雙打 他都是這麼多人 他一支隊伍是很少錢的 政府投資源可以 好像現在博企 其他人都可以 甚至現在 好像球員出去 找贊助都可以 可以 他贊助那些 很多廣告商都容易 容易投資下去 關鍵就是 你要有的成績 成績 是的 但是有成績 不是成績爆出來 是吧 成績當然是經過長期訓練 才有成績 沒錯 所以其實 如何走第一步 你覺得其實澳門的條件真的不錯 第一 為什麼這麼近 廣東的羽毛球都是強的 是 要找人來訓練 培訓 其實相對簡單 是 要路遠 要找別人的成績又高 再加上 其實澳門和東南亞的關係有好 要訓練 要什麼都 真的 其實 你覺得欠什麼 現在 就是欠政府決策 他用不去 去不去搞 就是這裡 只要是政府 很多是由政府 民間已經牽頭了 是靠政府 都是靠政府搞 所以現在教練的水平 現在是全世界最高的水平的教練 都在這裡 沒錯 李師傅 我師傅 他都來到這裡 其實他的條件不錯 為什麼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你接觸有這麼多球員 有沒有人真的願意 頭一身出來打 都有 好幾個我都知道 他都願意打職業 職業他看到 他有傳途 他出來他可以 第一個 他退了役 他可以做教練 他去進修做教師 教師 教師 都可以 現在人工都很高 沒錯 他教球 現在教球的生活都幾好 是可以找到吃 是 是 其實是 有人肯 肯付出 有人肯 現在可能欠這些資源 資源 是 但是要政府怎麼資助 你給三幾千元 他是不夠生活的 當然不夠生活 是 是 吃餐飯 現在都要 普通出去吃餐飯 那些大排檔 或者那些菜 都 都不需要 八十多元 八十多元 吃餐飯 喝杯飲料 那些摘豆飯 摘豆飯 其實我們現在 現在似乎民間很急 是 包括你 你當然是急 我也很急 因為我在澳門 都差不多四十年 教球 教義務求 我都希望澳門 真的能夠打出水平 是 是 怎麼說 你自己的水平 是 總是不服氣 是 因為你自己都教了這麼多 其實他們那班人 計忠委 阿羅布 天分很高 是 如果那些訓練條件 再好一點 不應該是業餘球的水平 應該可以 再更高一點 可以提升 是 有運動員去打 其實我們之前 都跟 培澎峰都談過 其實他都 我也很支持他 但是也 也有點擔心他不抵 他又不屬於 精英運動員最頂級的 石宗 也很艱慢 你覺得現在的政府 一直都有一個精英運動員計劃 你覺得怎樣推 才可以真真正正幫到運動員 他這個 起碼他要有足夠的生活 他也不休兩餐 他才會專心去練習 運動員一定要很專注 全程投入才可以 沒錯 這才可以有成績 你看他內地的訓練 和印尼的訓練 你知道那些基本上 每天一睡醒又跑步 練習人 練球 然後中午睡覺 又吃飯 又休息 當晚又 即下午又砌幾節 至少有三節 三節有六個小時的練習 至少要有 現在澳門的時間太短了 他是練不出成績 每天最多只有三個小時 最多三個小時 而且可能就是 你跟澳門隊練習的 水平的提高其實是慢很多 他現在都 開始有培練 培練和水平都很高 培練和教練都是很年輕 很有水平的 現在這個時候最好 就是看政府怎麼去做 這是看政府怎麼走出來 他知不知道 我們澳門有這麼厲害的 全世界最頂級的教練 他在中國教 大叔中國奧運冠軍 在印尼教 大叔印尼奧運冠軍 那來了澳門這麼好 都希望 其實我師傅 他都希望 將澳門的水平提升 水平要升高 他不是為錢 當然 他自己在外面教 應該是收到很多錢 即是他到這個年紀 就不會為錢 即是他可能 基於你們和澳門的關係 其實都幾難得 我聽過培騰鋒說 他現在是專練培騰鋒那一堆 幾個 是幾個 夠 他作為澳門人 他也是澳門身為政 他都希望為澳門做些事情出來 其實政府有一個精英運動員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他不合理 不合理是怎樣 你要在亞洲賽或者世界賽 或者差不多水平的重要賽事裡面 拿獎 才可以申請得到 或者八強 或者這樣才申請 難度其實對於羽毛球 都幾難 暫度非常之高 亞洲運動 羽毛球運動 在亞洲是最強的 亞洲有韓國有馬來西亞 印尼 印尼 你們怎樣打中國 都在那裏 香港也很強 不用說 香港也很強 香港是很早之前 已經是專業隊 職業隊 沒錯 他已經行了幾十年 我想都三十幾年了 三十幾年了 他的策略和乒乓球 是有點接近的 你有沒有看到呢 先請內援來 即高水準的內援來 然後他自己有些成績 然後帶著本土運動員 現在其實全部都是本土的 是 是 澳門走這條路又行不行 澳門可以走這條路 是 我們很多 香港走的路 我們可以 七五一照搬 我只要留些住人才 你留些住人才 留些住人才 你要吃飽飯 他怎麼會留下 其實你不要說吃飽飯 應該要有一個 有尊嚴的生活 是的 我一個有職業運動員 還有那些 我起碼能夠生活到 這裡解決的生活 我們一直都覺得 做運動員 或者做專業的運動員 職業運動員 應該要是比較優越的生活 就是特地這樣 也不是找鬼做 因為他付出給常人 多很多 辛苦很多 是的 還有一件事 你常人 可能打一份工就OK 做專業運動員 一定要享受冠軍 拿不到冠軍就差一點 是嗎 就是 那個分野比較大 你一般人就可能 就這樣生活 估不成問題 但是運動員的 那個競爭又激烈 現在其實 某常鋼做得掃 其實在亞洲裏面 都這麼強大 是 如果澳門運動員 真的很難在亞洲賽裡面 或者世界賽裡面 去拿到成績 難就不難 就是看政府決心 你投入多些資源 他自不言會 首先一定要找一兩個尖子 衝出來 政府也很交代 是 是 會引起很多運動員 訪客 當年 好像96年 山山 李麗珊的香港 在巴塞羅那奧運 那裏拿到金牌 就差很遠 是 是 阿德蘭大 拿到白浪風盤金牌 香港的白浪風盤馬上 整個水平都起了 是 澳門的羽毛球基礎算好 是 現在再問一下 麥先生的事情 其實 現在其實 你也停過一輪的羽毛球 現在近幾年 又活了很多 有些未來大計 其實 我只要成立了一個 湯仙虎羽毛球 是的 這裏 這裏 我要用心搞好 因為湯仙虎的名字這麼大 我一定要提升好 而且一定要用心搞好 所以這裏 我現在也是全力以赴 專門大班 我將來都會按照要求 都很系統的搞好 無論是從教練 還有還有要請那些 做指導員 用國內的也好 所以這裏是行得很通的 他有思想教育 其他教育 這樣 半書給那些小朋友 其實就是想成立一支 現在有的會 再搞一支比較半專業的球隊 是的 要搞這裏 就不像說 現在我沒有本那種 你放學來 或者比較鬆散一點 希望會嚴重一點 是的 不過投資的都要很大的 投資要很大的 當然 現在是鑽金石土 是的 沒有理由現在還叫人去重山打 是的 重山只不過可以 重山是很好練習的地方 是的 可以跑一下斜路 衝一下 那些基本功效可以在重山那裏 但實際上要練習 他不可以在重山練習 要有個球員 當然 有個球員 場地的問題解決了嗎 或者想到嗎 場地都比較困難一點 是 將來我們都如果實際沒有辦法 我們要拉上上面練習 拉上上面練習 星期六日 這個時間就上上面練習 上面的場地充足一點 希望能夠在澳門練習 那些學生的成本 那些學生都要出出關 都比較困難一點 比較煩 我認為澳門是難的 是 是 租的體育館都未必可以 是 因為都很膚 是 那些陪練有些事情 其實都心中有數 心中有數 我們都 因為我在澳門 和在國內 幾十年的關係 都很好 我們去練習都比較容易 其實又講開你的師父 其實我不是很明白 為何這樣的年紀 都還這麼大人 那套羽毛球員 真的很厲害 不是 他就是一生 就是懂得羽毛球 對羽毛球很有興趣 他在這裡 李永波前中國 中國的宗教練 他都說 他一生人是離不開羽毛球 他離開羽毛球很悶 他就是很喜歡羽毛球 我們平時吃飯、聊天 都是講羽毛球 都是講羽毛球 真的 你當年跟他其實 就是叫做鄰居 我們同一齊住的 樓上樓下 學到些甚麼 都學到很多 做人的道理 球技 都學到很多 從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還有最後兩個老土的問題 第一個 其實是羽毛球 帶好比脈文興 甚麼 給我帶了很多樂趣 很多樂趣 不是成績 成績 都少少 少少 就是帶了那些人出來 好像我帶了那麼多人 就怎麼說 在官場做官的 都很多 還有帶了 都很多代 很多代 都他們出來 個個都是社會的動力 都為了社會做了不少事情 就說沈繼宗 葉炳輝 他都繼續 輝我同學 也是同學 我都是教他打羽毛球 又引導他做教師 推薦他做教師 他都帶了很多人出來 一代代都是 你教他 他就教別人 一代代就不相傳 他們兩個都很有成績 我都覺得 我帶出來 今時還在帶隊 都很大人 兩個都是 問完這個之後 還有問題 其實現在有很多小孩 比較迷惘 打羽毛球 你有甚麼建議來給他們 如果真的想向著職業 或者想向更高境界賣進 應該要怎樣 第一個 學習 我們要正宗 找學師 一定要找個高水平 這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入初門就慘了 大措施又慘了 這是很重要 現在實際上 正是這個機會 澳門的球員 多得去努力 爭取入代表隊 有機會跟我師傅學習 這裏 沒錯 其實入先要贏了 或者表演得很好 要克服一點 克服一點 入到集訓隊 或是集訓隊 之後 可以真的幫你開竅 好了 聊聊聊 今天的時間又夠了 再次感謝某老師上來了 謝謝 跟大家聊聊 如果有甚麼動向 也可以上來跟大家聊聊 可以 一兩個球員 上來跟大家聊聊 好嗎 今天的時間又到了 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好 拜拜 拜拜 OK 拜拜